第四特区 刚来的时候 第四特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 也非常的震撼 教育那方面就是文盲特别的多 然后大部分人他是不识字的 也不懂什么文化 他们的那种居住的条件 也是动物啊猪啊就在下面住 然后人就是在那个阁楼上面 然后蚊子特别的多 娃娃啊他们 看上去就是那种营养不良啊 有寄生虫的那种妇女生娃娃啊 怀孕啊从来不经过检查 然后也不做什么消毒啊 然后剪期待的时候 也是就用那个竹片 竹片削成薄的 然后就割期待 We had to go out of our mouths 互赋 我们就把团子都动回来 跟团子都有刀 所以我们就用那个团子都动回来 后一段时间就用点 meidän把团子都动回来 你怎么会换的呢 拢的呢 我做什么 我才能 Onto 孩子里面的接生婆 但是现在是接生员 把他们都集中起来 然后就这样的培训 一批一批这样培训 就是教会他们怎么消毒 然后的话就是怎么 给应付做一些比较基本的检查 出现了难产啊 要及时的送医院啊 然后产后的一些检查啊 访试的工作 在登山过程里 我与其他一切 没有办法 但我在登山里 不之前来说 那我们的人发现 我依靠看咖啡 他们更多选择 因为我这个 在乡以后呢 就当登山里面 那种检查呢 但是好几个老当时 姐姐是两个 41-42 年代我们法治区 我们在一起 都是排放的 现在我们去过 adequ 我们修演 我修演过了 我们修演的 我们修演他 我们修演他 在准备 我们修演他的 我们修演一到 我们修演的 我修演一讲 这些卫生 生我妈的死 有小娃娃吃太多了,百分之五十左右是吃的娃娃了 现在可能是百分之十左右,减少那么多 就是疫苗打击种疫苗,这个是对我们的实际就太好了 真的不开玩笑 喂,又可以摘条的,又可以摘条 我可以摘条,又可以摘条 你回来,我再摘条,又可以摘条 你回来,我再摘条,又可以摘条 原来是我们追鞋是什么,是腿 我们老婆在高多条,像这些布囊子,在鼻水里高 所以那些引得引不过来,自己摘条 有些摘条子摘了半个小时,回来半个小时 我们现在呢,要修了,改一处,改四个了 这个也是一号 我希望是有个大医生来培养 来培养我们,我们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是有一点文化呢,会挺看花呢 这些也有,也可以找,人们可以找 文化方面也是初中也好,小说毕业也好 这些也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